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没出现过的一对手 四孔下场是四连冠 真的是四次冠军 应该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因为我们知道在五国单向当中 虽然羽毛球队 中国羽毛球队在新中国之后 有非常大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男双一直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 那林丹和李宗伟就不用说了 这是在单打领域当中的一对传奇的一个对手 两个人也都超过了三十岁的年纪了 三十而立 三十刚出头一点 那也算是三十 这肯定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这个也都是属于事业上面 事业有成的 那李宗伟今天穿的这个服装 相当的孩子气 这个颜色非常的多元化 比较生活化 对 待会儿他们可能就这样打比赛 两个人一看的 就是一个临时组搭的双打组合 林丹的这个服装 也是穿的比较的这种随意 那蔡英和傅海峰两个人还是保持着他们标准的比赛的装束 2012年中奥运会 女毛球男子三下冠军 林丹 起锁赛的冠军 以这个108名的世界排位 能够这个没有排名之外卡参赛 在广州世界赛上就拿到了冠军 决赛中就是击败了李宗伟 确实是相当传奇的一个故事 传奇的人物 2012年呢 还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 但是可以说蔡英和傅海峰呢 他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就受到伤病还有整体训练病务系统的影响 他们的竞技状态实际上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两个人也在国家队跟不同的年轻的小将配对过 希望呢因为这种老将的影响力呢 帮助年轻的选手失地更快的成长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特别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组大 所以他们主要的作用还是像是偶像级别的选手吧 他对于大家是一种士气上面的鼓舞他们的存在 而且在四位选手里面蔡英的年纪是最大的 美杰你来预测一下 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选手呢 他是首先进行单打能力的训练 之后呢再做双打的这种选拔 所以呢 林丹和李宗伟的搭档的这种双打 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以你的想象力来看 这样的比赛会是什么样 我跟阿丹也配过双打 我们当时是打我想一想什么比赛啊 全会和成员会 成员会的时候 我们当时代表下面 我们拿的是团体冠军 当时林丹在那段时间里面还是叫林一轮 因为国际比赛嘛 都是要出 都是第一轮 但是当打完这个成员会之后 决赛中他队的是朱伟伦 也是现在女单组的二队的教练 大比分落后 当时还是十五分之 十五分之 林丹是在第一局输掉的情况下 第二局是三比十二 这个分数 追上去反超赢了 之后在第三局中 最后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林丹最后拿到了这个 很关键的一个冠军 因为当时这个比赛在国内来说 是很重要的 出了全员会就是成员会 奖金也是非常高的 之后林丹拿完这个冠军之后了 就开始他的冠军 直到现在 所以说那点 那个是里程碑是里程胜利 对 当时一直林一轮 因为我们也住一个反省 他每次一轮回来 我们就聊 就是一般就聚聚 那个你给观众讲的 都是说这个 大家并不是很熟悉的幕后故事 回头林丹说 你怎么竟把我成名之前那点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出的就是 世界的镜头这本书里面没写 大概写的大概 因为我没看嘛 不知道你没写 如果没写的话就写的不够深入 你可以做一个后面后继补充啊 我觉得这场比赛来说 其实双打运动员啊 不太喜欢跟单打运动员把双打 因为 双打的速度是连贯性 要求很快 可是单打运动员呢 他的自身能力 特别是到了一定水平的 但是手上的能力 或者他的整个攻凡能力都特别强 他会把球打得特别开 双打运动员呢 就很难就是 就是到达他们的一种 就是竞技状态 可是如果说实力上面来说 还是双打运动员强很多 因为毕竟这是表演赛 希望他们就是能玩出 就是不一样的羽毛球的花样 这样比赛不会打两个小时吧 有可能 我觉得现在林丹和李东北 因为他们的装束真的是太随意了 感觉这两个人真的是 就像在生活当中 楼下打一场 这个社区的羽毛球一样 而且今天我觉得直播 如果最好看的 观众最想看的 也就是这场比赛 阿特区了是吗 沒有 兩人忘了誰接發球 直接是百分得分 如果是這麼打的話 我估計是打不了兩個小時 還是要多拍 就多打一些 這場上好像雙方都是左右手的搭檔 你自己啊 把這球送給了對方一分啊 直接下網 不求下網 看一下林丹那個 這就叫追身球啊 幾乎是踩著鼻子尖過去的 其實這也只有在 只有在最放鬆的情況下 裡面打得出來 嗯 如果是一個真的比賽的話 就還是比較困難 嗯 3 1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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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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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跟项目 包括你是哪国的运动员 有特别大的关系 他是一种 打到这个阶段 就是一个文化的体现 不光是一个竞技能力 我这一点就比较欣赏那些 打网球的国际元老赛的 那些大阪冠的冠军 就他们特别懂得娱乐观众 这个时候输赢啊 就是真的不重要了 完全没有面子 或者虚荣的任何因素的影响 那就是这个比赛 怎么打的特别有意思 就是观众能够获得 最大限度的娱乐 同时呢 对这项运动的规则 和认识有了更深入的 这种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 也有这种境界吧 这种比赛打得多了 可能慢慢就更会打了 就觉得还要多打 对对对 还要多打 多有一种赞助商 愿意付出让他们 来做这点表演 相对来讲 如果是考虑到 什么的话 可能蔡云和富海峰 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因为毕竟他们是 现役的双打一门人 而这也是一场 男双的比赛 对 是吧 所以说应该配个 单打的进来 就是就没有任何的压力 对 是